初一,成母忙活了一个早上,一直在抱饺子 成夫埋怨成母,做的都是无用功,又没有人吃,全都浪费了 成母却想着,万一儿子女子回来了,得有的吃才行 正说着,独眼的二儿子,带着女友田哥回来了 老两口到门口迎接,儿子的这个女朋友田哥,是城里边干部的女儿 这样老太太心里有点不舒服 因为他们的大儿子,就找了个干部子女,闹得儿子在家里,一点地位都没有 成母怕二儿子也一样受委屈,于是劝告二儿子,不然找一个门当户对的 自己日子过得仗义,但是二儿子让成母宽心 说两个人感情很好,就算结婚了,也不会受气的 接着便对成母说,自己要去沿海考察写论文,需要家里资助点钱 成母深知,二儿子的意思只说成父有钱 二儿子听到这话很开心